大家好,我是Handy 很多時候我都會收到觀眾的DM 甚至身邊的朋友都會問我 Handy,你在長洲打滾了那麼久 有什麼美食推介? 為什麼不見你拍片說的? 其實一直以來我都有留意網上 關於長洲美食的影片 發現很多好吃的餐廳 有特色的餐廳都被人提及過很多次 推介過很多次 我覺得自己再拍好像有點重複 一直無法去拍片介紹給大家 但是這半年我發現長洲也多了很多新的食肆 他們的質素都不錯 也很少人提及過 我覺得大家來長洲玩的時候 不一定要吃一些耳熟能場 很出名的餐廳 有些新餐廳都很值得大家去試一試 所以今天我覺得終於是時候 可以拍關於我自己的長洲美食片 今天我就要跟大家推介三家人 都是近年新開 我覺得好吃 性價比高 而我自己經常都吃的餐廳 今次的拍攝手法就轉一轉 我們不用相機了 大耳天時 我想大家都不捨得我拿著一抽二兩 這麼多器材去拍片 所以我就打算用手機去拍了 但我沒電話只有64GB 我經常出去拍照 裡面已經有很多片 很多相片 容量已經接近爆滿的邊緣 今天還要出去拍片 閒閒的都挺起跳 怎麼算 不用怕 今天有Zandex贊助了我兩個餐廳 就可以幫我順利地拍到今天這條影片 雖然今天是一條贊助影片 但我覺得這兩個產品對大家都很有用 特別是跟我一樣都很喜歡出去打卡拍照 但是又不捨得 比貴點買一部容量大一點手機的人 就很適合了 就是我手上Zandex他們的雙用手指 我手上現在拿著的就是Zandex他們的iExpannas 這一款是Zandex領先業界 第一次推出Lightning和Type-C二合為一的USB 這款真的很方便 用Apple的朋友 Lightning一插即用 然後轉過來 就會是他們的Type-C頭 像我這樣 用MacBook Air的話 真的完全不需要轉插 就可以過到裡面的資料了 但有些用Apple的朋友 你們的Laptop電腦 不是用Type-C 是用USB頭的話 不用怕 Zandex他們也有出這款iExpannflip 它是一邊Lightning頭 另一邊是普通USB頭 一樣一插即用 下載App就可以備份資料了 他們最高容量是25-6GB 有了他們 我今天拍片就不怕電話不夠位了 好了我現在出去拍片先了 拍完回來 如果大家想知道怎樣操作的話 就要留意之後 還有會有觀眾優惠的 好了我餓了 我們要出去吃東西了 第一間就帶大家來到這裡 我覺得整個長洲早餐最好吃的地方 No.11 它的風格是很文青 很適合大家打卡的 然後有很多室外的位置 所以帶寵物來也沒問題 你們看一下我的小狗 真的一見我的時候 是不是很興奮呢 這裡的早餐價錢不算很進取 都是40-50元 但是很特別的 我自己最推介就是它的自家製 熟米湯通粉 這麼快早餐就來了 看起來是不是很豐富 很漂亮很吸引 這個就是我超級無敵推介的 熟米湯通粉 跟外面完全不同 很濃郁 第一次吃的時候 我是非常之驚艷的 但是今天要吃足三餐太多 我就打算早餐輕便一點 點一個鮮果魚 還有這裡的炒蛋是非常之香滑 香濃的 我自己是超喜歡 一做下去 大家看不看到 真的很棒 這家No.11 開業以來 已經成為了在長洲最喜歡吃的早餐店 高質 好吃 這裡的早餐不是用白麵包 他們是用酸粽麵包 所以很划算 四十多元 如果是下午的時候 吃Burger 也蠻好吃的 不過可能我本身早餐吃的時段 通常都是吃早餐 Burger 我試過這裡有牛油果 也蠻有特色 我覺得還可以的 忘了說 這裡還有All Day Breakfast 還有麵包 還有焗薯 我現在快點吃完之後 休息一會 和大家去第二間餐廳 果然我出去拍片 還有突發事情 我想要帶大家去一間長洲 我很喜歡吃的酸辣米 但我發現我的電話沒有電 它現在只剩下 21% 我忘記是充電 幸好我男朋友的電話 是用Type-C的 所以我現在可以用我男朋友的電話 拍片 然後再用Sendis的IS Banas 或者把影片放在我的MacBook Air 或者是我的手機那裡 好了解決了這個不夠電了 它現在帶出來只有20%了 都拍到片的 這間得米酸辣米線 開了大約3-4個月左右 它有很多湯底 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 酸辣和番茄湯底 然後菜方面 它選擇不少的 但我覺得有點貴 因為通常只有兩顆左右 所以我會推介大家 可能點一個菜 然後點點小食 小食不貴的 不過份量多很多 這個酸辣米線裡面有肉碎 酸菜、韭菜和芽菜 不過我走了 米線不會煮得很軟 然後我們點了一個涼拌豬大腸 好入味 好乾淨 不會有腥味 然後這個厲害 20元的皮蛋 有這麼多塊 這間就是我在長洲經常吃的酸辣粉 由它開之後 我第一次吃完 我連續幾個星期都吃 我喜歡它的酸辣湯底 是夠酸 而且它現在正常的難度 是很難的 我因為掛著拍片 忘記叫它小辣 我現在出汗了 我特別喜歡吃它們的壽司雞 因為很滑 涼沾沾很舒服 但是今天沒有了 而且我喜歡這裡 喜歡到買了他們的菜譜回家 他們的菜譜有些酸醬和豆豉很香 然後我每次都會點的菜 就是這個雞皮餃子 因為我覺得外面比較少見 我覺得人們拍美食片真的很厲害 第二餐我們已經分享了一碗米線 都超飽 過兩個小時就要吃晚餐 加油啊加油 來到介紹第三間 我們經常吃又會推介給大家的餐廳 為什麼會在家呢 因為我們點了外賣 這一間未必適合入來一天遊的朋友 但是如果你們來到家 兩天一夜或者更多日子的話 我都覺得可以推介給他們的外賣 就是90 它是吃一些比較新穎的意粉 還有一些漢堡包 焗飯之類的 非常之方便 他們可以WhatsApp下單 也可以早點下訂單 叫他們的多少點送過來 送到家樓下 是超喜歡的 我覺得都很適合大家 遊完水 那就可以把外賣回來 不過他們很多時候都會遲大約 15至20分鐘左右 我們點了一個漢堡包意粉 和單骨雞翼 漢堡包餐就包了一個薯蓉 然後意粉餐就有蒜蓉包和沙律 這個意粉是泰式咖喱雞意粉 然後我男朋友點的漢堡包就是吃肉獸漢堡 然後這個單骨雞翼就點了蜜糖芥末味 可能晚餐已經吃完這個酸辣米線 現在再吃這個 今天吃了很多辣的東西 餐牌是大約兩個星期 或者一個月轉一次 我們都不知道的 有時候會發過Whatsapp 跟他們說我們想點外賣 他們就會給我們一個更新的菜單 我們就會知道有沒有轉過 我之前吃過一個韓式的卡巴拿拉 都覺得很好吃 我都吃過一個芫荽的意粉 我覺得挺有趣的 全部都是芫荽 我是不喜歡的 我覺得可以的 拿來類似拌意粉 撒上去 又不是說拌 不過我覺得小吃是雞翼最好吃的 我們吃過一個薯角還是薯皮 嗯 慢慢的 可能因為送過來 嗯 所以軟了 好了我們繼續吃了 在這個時候我就可以跟大家示範一下 我現在用電話拍完影片之後 怎樣把它交換到我的電腦那裡 我們去片 是嗎 首先我們下載了Sandis 他們這個ISBANDRIVE的APP 打開它 裡面就會說要把手指插在底上 然後它就會拌一拌裡面的資料 進來之後我們就按Copy photos 然後就Copy photos from iPhone 它就會拌一拌 先拌一拌 進來就會是一個選照的版面 我今天就不是選照片 我想過一些片的 所以就按Album 然後就找回影片的 按一下它就會慢慢攪拌一些影片出來的 那這一堆就是我要的片 那我就選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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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y 就去iExpand Drive這裡 按一個按鈕 自己再製造一個Folder 那我就會製造長洲 然後 打字 不會打 Hit這裡 OK 它就拌了這裡 Copy files 然後大家看到上面這裡 它現在已經在拌 它不需要用到上網或者資料 都可以做到備份的過程 它備份完之後就會有個訊息 問你電話需要不需要刪除 剛才的資料 裡面佔了多少空間 那我就不刪除了 然後把資料過到MacBook Air 現在就把Lightning頭 轉過來另一邊 就會是一個Type-C頭 它旁邊只有兩個Type-C盒 完全沒有USB頭 所以我的外置Hard disk 就要用Adapter 那這次就超方便 因為這個 可以直接把它拆進去這裡 然後大家看到電腦畫面 就會有這個 就會是一個DRIVE 我們雙擊它出來 然後裡面就已經是全部的片 就已經可以過到這個電腦裡面 非常之方便了 大家知不知道Google相簿 由6月開始 就會取消免費無限量相傳 上面的相片 全部都會計到15GB個人 自由空間那裡 如果大家已經爆棚的話 就有機會要收月費 所以在這個時候 大家也可以考慮一下 另外用來備份資料的一些工具 好了 今天跟大家介紹了長洲三間 複格完全不一樣 但我都很喜歡吃整天吃的餐廳 如果你們來長洲吃東西吃到厭 來來去去都是吃那些餐廳 想試一些新的東西的話 不妨也可以試一下這幾間 而如果對今天介紹過的Sandisk產品 分別是ISBand Lust和ISBand Blip有興趣的話 我們現在就有些觀眾優惠要給大家了 我會把購買資料放在info box那裡 然後大家付錢的時候 只要輸入DH2021就會有8折優惠 我自己覺得這兩個產品 對現在很喜歡打卡拍照 很喜歡出去拍片的朋友 非常之有用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這條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西六更早三點和四日更早十二點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我來吧 我來吧 我來吧